本土確診人數28號宣告破萬例 指揮中心預估一個禮拜之後 單日確診會達到2.6萬例 指揮官陳時中認為 國內的疫情處於成長期 醫師沈正南分析 這波疫情的高點就在18天後 醫師沈正南預估 全台高點會在5月16號出現 每日新增達到30萬例 接下來會出現一段很長的高原期 專家黃立民分析 可以採取快篩陽性 視同確診的做法 為了進一步確認去做PCR 會拖垮醫療量能 可以比照紐西蘭 快篩陽性之後免PCR確認 直接自主隔離5天 很流行的地區 快篩陽性幾乎就等同PCR陽性 因為未陽性的機率很少 不要再去做一次PCR的檢測 以免浪費醫療量能 臺北市長柯文哲28號提到 臺北市七大篩檢站的陽性率 已經達到了11.7% 疫情預計會慢慢向中南部來擴散 臺大醫師李建章認為 可以採取動態升級的手段應應 本土疫情快速成長下個月可能迎來高峰 醫師認為防疫措施適度的加嚴才能避免疫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記者余聖賢王一仲 臺北報導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它大概有4公升 小的地方像2到3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 這邊有個QR Code 你買的話請你輸入CTI285